真的没有想到 这真的是个意外 太大的惊喜了 最大的意外是 没想到耳琴的表情包 被玩得那么嗨 没想到叫什么 全球人民在欢庆耳琴下线 其实说实话 我内心觉得 因为最开始我接这个角色 我很担心自己演不好 我看到那么多人痛恨而心 我还是内心挺喜悦的 因为没有辜负当时借这个喜 其实最开始我是想演高贵妃的 因为我觉得 我也没有尝试过那样的角色 很跋扈 很嚣张 之前的温婉的角色 五分钟吧 开机前五分钟就被拖出去 拖出去把这个选秀的宫女 不行 我反应太慢了 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我觉得聂远哥是前辈 是长辈 能学到很多很多 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凯开和我 我们都算所谓的新人吧 然后我们俩碰撞 也有不一样的新人的感受 那我要匹克他们俩中间的那个感觉 不要太弟弟也不要太哥哥 要中间的感觉 一切走心就好 就是你真的要 就最开始我在看剧本的时候 我会觉得 耳心很多的行为举止 我完全不理解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是当我做过一些调查 做过一些 开机前的准备以后 我会觉得 原来你理解他了 你吃透他了 走心才是最好的秘诀 马来西亚的朋友们 今天呢 苏欣姐姐就教你 什么是Tito 什么是规矩 复查复缝 你疯了吗你 哎呀天呐 现在好像 真的是 这个好像是 很担心 怎么办 其实他都不担心 最担心的是影响追求者 大家那个可以讨厌 行 但是不可以讨厌苏欣 苏欣姐还是 不能说苏欣姐 那更不行了 苏欣妹妹 苏欣妹妹还是很温柔的 说实话 我对这个角色 我看完以后 了解完以后 我是又爱又恨 就是觉得他很可怜 但是又很可恨 就他的可怜 是从他的 因为我做了很多 大家可能不知道 他的身世和历史 我在接这个戏之前 接耳琴之前 我是对耳琴的什么 八辈子的功都做了 一些了解 他的出生其实很高 但是他犯了一些 家里面犯了一些错误 当了宫女 所以他内心是很高傲 只是不说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很可怜 他从一个功被一个功 转到一个功 又打又骂 最后才到了皇后的功 才有了一份安全感 那最后 他的安全感 就被外来的阴落给打破了 他内心默默暗恋的人 不能再暗恋了 这个时候 他就做出了 一系列一系列 捍卫安全感的措施 为了得到一个男人 得到那个男人的安全感 所以那些我觉得是 特别可恨和可恶的事情 喜剧啊 然后惊悚剧 我都挺想挑战的 方外没有方外是我儿子 我儿子在 一几年 一一年去过马来西亚 在那拍那个平面杂志 我觉得那儿的水果很好吃 食物很有趣 然后它还有一个 它那儿有很多小岛 这个是我觉得蛮 蛮 蛮新鲜的事情 很多岛都没有听过 那儿很美 你觉得你能够在哪里 你能够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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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有机会的 看是今年还是明年年初吧 会去那儿拍摄一些 那个潜水和冲浪 胡当内是正在播 《通过仓球》 我演的《云运》在播着 然后未来可能还有个戏 叫《原来你还在这里》 是一个还蛮知名的小说 改编的电视剧 应该在也会下半年 或明年初吧就会上 嗯 嗯 明天就回去拍戏了 明天就禁组了 你觉得你能够在哪里 你能够在哪里 你能够在哪里 告诉你 我惹不起 我躲得起 我躲得起 《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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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运》